心智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咱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 话说在一条非常非常狭窄的山路上 有一货车司机正在开着车爬坡 快到这坡顶的时候呢 迎面来了一辆大卡车 这卡车司机探出个脑袋 伸手指了指 对着货车司机大喊了一声猪 这货车司机一听气坏了 哎我操你骂我 马上伸出头 对着这车的背影大声骂道 说你他妈才是猪 你们全家都是猪 结果呢 等这货车司机回过头定睛一看 前边的下坡路上有一大群猪 您看看 对面的司机出于好心 想提醒提醒这位货车司机 小心前面有一群猪 但是呢 这司机的固定思维模式 把那个呢 是认作了骂人的脏话 没错 这种固定思维模式 就是所谓的心智模式 如果把心智模式呢 比作是一套大脑的内部程序 那么智商 哎这是硬件 心智模式呢 就是软件 优秀的人 不一定有着超出常人的智商 但是他一定有一套运作良好的后台程序 使得他的心态很良好 精神百倍 您不信是吧 别着急 我再给您说一个老土土的吊渣的成功学的故事 曾经啊 有一个酗酒成性的酒鬼父亲 他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这大儿子想了说 哎呦 我有这么一老爸天天喝酒 那我咋办呢 我必须得要更加努力 才能混得好啊 而小儿子的心智模式呢 恰恰相反 他想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我有这么一老爸天天喝酒 我怎么可能混得好呢 于是乎大儿子成为了成功人士 小儿子呢 一生也是穷困潦倒 如果你去问他们俩 为什么能够过上今天这种生活 他们会回答你同样的一句话 没办法呀 谁让我摊上这样的一个爹呢 您瞧哈 不同的心智模式 竟然能够让两个条件相同的人 成长成为截然相反的样子 所以啊 优秀的秘密是什么呢 对 那就是我的命运 我做主的心智模式 如果我有一千万 那我就要 就开始设计了 这种梦 一夜暴富的梦 相信大家伙可能没少做 手里大把大把的银子花不完 想买啥就买啥 这样的生活 那是想起来都美啊 怎么可能不幸福呢 不过呢 您还别说 学者研究证明 金钱与幸福的相关性的是成抛物现状 当人们身无分文的时候 对于幸福的满意度也低 这不难理解 流浪汉 他肯定不会说自己过得很幸福 但是当你从一无所有到小康 这个阶段的 您的这幸福指数会蹭的一下窜上去 一路标到最高纸 不过啊 当你越来越有钱的时候 钱可能对你来讲只是个符号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金钱跟幸福呢 基本上就没什么关系了 搞不好呢 还会有可能来个大跳水 这里边还有一位张先生 那就是典型的不快乐的有钱人 90年代初 他下岗在家门口呢 开了一小店 穷的是叮当响了 后来呢 转行做建材生意呢 刚刚好赶上了 当时的北京房价腾飞的黄金时代 一跃就成为了这个身价几千万的主 于是乎呢 大小大白的站出来 问了个牛逼闪闪的问题 说这为什么我这么有钱 我还不快乐呢 咱们先来看看张先生原来的状况 那肯定显然是属于穷光蛋到小康的阶段 这个阶段 幸福与快乐成正比 于是乎张先生就形成一个固定的心智模式 我能赚钱 我就幸福 可是等到他越过这拐点 幸福和金钱的相关性变弱 这个时候他还傻乎乎的坚持 而认为钱就等于幸福那一套 他为了找回幸福感 就更加拼命的赚钱 更少回家 于是乎他就更觉得自己不幸福了 每一个希望自己幸福的人 都应该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的心智模式 你是最想要的是钱 还是家人 你呀肯定也见过这样的人 长得不错 学习成绩也好 还有一把好嗓子 写的一首好文字 足球啊 摄影啊 画画啊 吉他样样精通 这些人好像什么都会 精力旺盛的 好像永远都用不完 优秀的那是让人绝望 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把一切美好的都赐给他了呢 接下来这个故事 也许会告诉你答案 小强和小明去郊游 走到一个没有路牌的三叉路口 只有一条路能够到达目的地 另外两条路呢 通向未知的地方 小强心想了 哪怕走错路 那也比在原地待着强啊 于是他随便挑了一条路就出发了 小明心想说 你看这既然三分之二的概率都会走错 那不如就待在这算了 小强总是兴致勃勃的 投入到一个又一个冒险当中 而小明害怕失败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这就是兴趣一族与无兴趣一族的差别 有兴趣一族觉得 什么都要尝试一番 有的成功 有的失败 那又如何呢 兴趣来自于全情投入 而不是结果 它只是一个过程 这样的人经历丰富 心灵和物质双丰收 而无兴趣一族呢 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当下 总是在担心 万一你看我这错了怎么办呢 万一失败了呢 这让他们无法全身心 的投入到当下的事情当中去 那当然也没办法收获乐趣 最后他们就只能自己骗自己 就说我没兴趣 好了 现在如果您面临着那三岔路口 请问你会怎么选择呢 无兴趣一族啊 往往都是没胆子的人 害怕万一失败 会造成自己承受不起的损失 有这么一句话 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是这么说的 害怕损失的人损失越大 怕痛的人越容易死 咱们先来回答一道著名餐馆的一个面试题目 如果你的餐盘就是那盘子掉下来 你又无力挽救 那么你该怎么办 最佳的答案是 用尽全力把餐盘抛向没有妇女和孩子的方向 您答对了吗 没错 这道题告诉我们千万别光顾着计算沉默成本 如果已经损失了 那么你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把损失度降到最低 少一点更少一点 这可能跟咱们日常的经验不大一样 谁愿意轻易放弃呢 明明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 但是我已经干了这么久了 明明知道自己已经不喜欢对方 但是我们毕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这么多年了 是啊 这也没错 我们舍不得放弃已经投入的价值 结果造成了最后更大的损失 如果一份工作已经确定不是你想要的 你该做的 那就是以最快的方式放弃它 如果一份爱情已经确定感情消耗尽了 你该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分手 选择职业是对人生意义极为重大的事情 万万马虎不得 于是有人生怕错过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做出决定之后 追悔莫及 有人总觉得后边还有更好的 于是迟迟不肯下手 之后也是追悔莫及 那怎么选择才能不后悔呢 咱们再假设一下 假设你是一个王子 还是一个大财迷王子 有一百位波斯公主远到而来向你求亲 他们只会与你见一次面 打开他们的彩礼箱 公主呢都蒙着面 也不说话 彩礼是你唯一的判断标准 并且你需要当场马上给出答复 如果满意 那你将和这位公主喜结莲礼 后边的公主呢 连见面的机会都没了 如果不愿意 公主转头就会离开 你再也没有机会再把她找回来 你很容易陷入两难的局面 那万一后边没有更好的呢 或者说万一后边还有更好的呢 其实啊 这不过是一个数学题 从概率上来讲 我们能够计算出一个最好的选择策略 就是拿前面37位公主作为观察样本 千万别着急的选 先好好的观察一番 判断出一个大概的最佳值 那么在剩下的63个人当中 一旦超过这个最佳值 千万别犹豫 马上下手 快则有 慢则无 我们在职业当中的选择也是一样的 大学生毕业的时候 各种的签约要求一起来 马上签 感觉害怕会后悔 一直观望 又害怕会错过最好 这个时候最佳的解决方法 就跟这选公主一样 拿出钱37%的时间来观望 找准自己的基准线 之后一旦超过这个基准线 马上出手签约 房子可能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词了 不管你生活在中国的哪一个城市 只要你准备成家立业 那就肯定逃不开买房子 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今这世道 你还敢提裸婚 那保准你年年过单身节 一到情人节 您都抬不起头 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但偏偏有个小伙子 没车没房 竟然抱得美人归 他21岁 从某名牌大学金融系毕业 在大城市找不着工作 只能灰溜溜的回老家 在省会的证券公司 当一名很普通的员工 一年之后 小伙子遇到了他梦中情人 叫小苏 于是乎向他求婚 小苏就问他说 你房子呢 小伙子说 我现在有十万 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花这笔钱 在当地买个小房子 要不呢 第二 就是让我拿去投资 而这个小苏呢 也是一个眼光长远的主 不哭不闹 选择相信小伙子 于是乎两个年轻人租了个破房子 就结婚了 房子能破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晚上都能听到那天花板上的老鼠在开party 这样的生活比起买房子的版本 你肯定更加坚定了有房才结婚的信念了吧 也正常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这两个年轻人你认识 他们叫做巴菲特和苏菲 那你会不会改变主意呢 如果当年苏菲选择买房 那世界再无巴菲特 即便是股神 那你也得要给人家十年的发展时间呢 那么如果给你十年 你是愿意辛辛苦苦的当房奴 还是愿意拿去充实发展自己的事业呢 选择买房子而不买梦想的人 他们往往会说 我买的不是房子 而是在一个陌生城市里的安全感 对 没错 问题的癥结恰恰就是安全感 安全感是一个很强大的主人 他把囚禁的奴隶与世界隔绝 命令他们哪都不许去 什么都不敢做 这里边呢 就有一位被安全感禁锢的奴隶 他在小城市里面教书 工资不高 但这工作很稳定 他不甘心一辈子都这么过 就想去城市里边闯一闯 但是又害怕 城市不好找工作 他就想通过考研摆脱现状 但是又担心 你说我这复习一年 我考不上怎么办呢 想谈一场恋爱 又害怕呢 对方成为自己未来发展的阻碍 您看看 这位姑娘啊 太擅长玩 我想但是的游戏了 内心安全感的缺乏 让他只好向外界寻求寄托 让他的自信一点点的被摧毁 从而陷入那种什么都想做 但什么都做不到的恐惧当中 孟子说过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如果要害一个人 那就给他提供一个无需努力 就可以获得安全感 一份养老一样的工作 一张随便刷的卡 一对溺爱的父母 随便哪样都行 都可以足以把他寻化成为安全感的奴隶 但凡是成功人士 必是内心有着强大安全感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安全感怎么提升呢 六招妙计 交给您 拿走 不用谢 一般人我不会告诉他 首先呢 小范围的冒一冒险 给希望渺茫的职位打个电话 推销一下自己 那顶多也就是浪费点口水而已 又不会死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些特别容易获得安全感的事情 比如说一张可以随便刷的卡 赶紧扔掉 他就是把你变成奴隶的罪魁祸首 少看一些什么惨兮兮的电影 也少跟没有安全感的人待在一起 他们是装满恐惧信念的垃圾车 而你呢 要做一个干净明亮的好少年呢 还有 你可以试着做一个恐惧保险箱 把你害怕的恐惧的事呢 写在一张纸上 藏起来 告诉自己 我担心的事呢 可能会发生 但是我现在要去做我该做的事 等这事结束了 再回到你那个小保险箱里 看一看 你会发现 你曾经担心的那些东西 几乎都没有发生过 你写过成功日志没有呢 这也是帮你找回自信的好方法 那那些多牛逼闪闪的过去 那怎么可能忘记呢 最后啊 就是直面你的恐惧 恐惧这家伙呢 绝对他是一懦夫 当你接受事情最坏的结果 准备说 撸起袖子他娘的大干一场的时候 恐惧这家伙 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你是个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吗 密集在此 还等什么呀 赶紧抓紧时间去修炼吧 特雷莎修女曾经说过 上帝不是要你成功 只是要你尝试 尝试总是冒险的 而不尝试才是最大的冒险 有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 每天走进教堂 对上帝祈祷啊 主啊 我这辈子从来没做过坏事 我只有一个愿望 请你让我中一张彩票吧 他在世的时候天天祈祷 还是一无所获 死了以后上天堂了 见到上帝很生气 也问他说我这么虔诚的祈祷 你为什么从来不帮我 上帝很无奈的说 哎呀 亲爱的信徒 我非常乐意帮助你 但至少你得要买一张彩票啊 这位信徒是不是很滑稽 哎 您先别忙着嘲笑他 想想自己 有多少时候也是非得等到机会 才开始努力呢 等到了中奖了 才想着我要去买彩票 为了等待良机 请问你拖延了多少的时间 我们的一部分生命 就是在这样的等待当中死去 电影《飞屋环游记》里边的一对老夫妇 他们计划着去梦幻瀑布旅行 但是出发的时间一次又一次的延后 理由呢 跟咱们都差不多 什么没钱呢 没时间呢 直到老奶奶去世了 房屋面临拆迁了 老爷爷一怒之下 在自己的身体最糟糕 经济最窘迫的时候 踏上了梦想当中的旅程 也到这个时候才发现 原来无需等待 也无需存钱 自己早早的就可以上路 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来了 您是不是也有跟老爷爷一样的梦想呢 想做什么 就马上从当下开始 与其花时间白白等待 不如大胆的去试上一试 提到成功 你会想到什么呢 有车有房 年薪百万 一旦你开始用金钱来代表你的成就 用价格来代表爱情的话 那么好 我告诉你 你的生活的幸福离毁灭 那就不远了 我们总是容易混淆两个概念 一个是价值 一个是价格 价值来自于社会系统 比如说你的工资水平 学历高低 月薪一千的 想升到月薪一万 这个学位呢 这个学士的 想念到硕士 可以说啊 价格是驱使人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强大的动因 那好了 价值是什么呢 价值是来自于内心的感受 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藏着自己的小宝贝 你的抽屉里是不是也藏着一封年代久远的信呢 纸张都发黄了 你却视若珍宝 对了 价值可以让人感受到甜蜜蜜的幸福 可惜啊 很多时候呢 价格和价值 它不总是对等的 名牌的衣服不一定好看 有钱的男人不一定体贴 那么 你要如何去选择呢 如果啊 在相亲的时候 有人告诉你说 嗯 这个男子很优秀呢 才27岁 有车有房 那你肯定会很喜欢 27岁啊 就能买车买房 确实很能干 证明公司很喜欢他 但公司喜欢他 等于你喜欢他吗 聪明人根据价值选择合适的价格 内心的感受比外在的标准更重要 而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莫过于让价格替我们做了价值的选择 2000块钱一套衣服贵啊 当然贵了 但是它不一定就比1000块钱的适合你 适合他不一定适合你呀 朋友 100万的房子也不见得就比80万的要温馨 百忙这种抽出几分钟来问问自己 我适合什么 我到底想要什么 所以当你有一份只有在拿到工资单的时候 才觉得快乐的工作的时候 请你马上辞职吧 成功不是一张工资单 而是成长成为你自己的样子